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昆频道 收睇肥昆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 今天是救历十六 美牙 有些人借租 美牙兼借租 肥昆和你们周围走走 有朋友邀请来准备取赌砖并感受 梁横花园和建华 今天肥昆ill带你们到中期四行 走走走走把围园 来到三角花园 下方便去 könnte 就是优漢口 人与方便宜账 店铺有很多店铺 鏡頭拍攝的是錦秀大廈 錦秀花園 裏面有個商場 還未建前 這裏是木屋區 茶檔、茶寮 一辣也是 現在變化得很厲害 這裏是錦秀的後門 好像空無一人 非常冷清 平時這裏有幾檔咖啡室賣粥 現在這樣的環境真是 我們走出來正門 這裏是商場 商場只有門面 比較乾鮮 花園轉個圈 開始有些店鋪 都開始關門 休息 早數地休息 馬路上 可能這一邊手比較清淨 看過對面也沒有人走 這裏是奇關生村 旁邊那裏是南方花園 這裏是黑沙灣馬路 這裏是黑沙灣馬路 今天是陰天 沒有太陽 但這裏不是很冷 涼涼的 涼涼的 然後是陰天 是陰天 的 那裏是陰天 那裏是陰天 的廣東 的陰天 旁邊那裏是陰天 那裏是陰天 白街对面,这边是白街,大风铃铛 以前这个位置有很多生果档 24小时营业,摆天缸 这条是乌拉士马路 这条路是农丸 农丸 马路上是很清静的 现在是中午,暂时还未放 我们走入黑沙环 前面是何田工业大厦 何田也很有名 何田对面是新美安 这一辆都是工厂大厦 当年工厂的工厂 是人山人 到处备吃东西 现在非常冷清 这条街以前很旺的合迷工业坡下 很久是历史的 最早期澳门的陆传汽水和忌廉都在这里出产 现在已经改变了 走上去就是建华 因为这一带也是工业区 这边是建华的十三座 建华的大厦都是有柱的 一个是十四座 四四方方 这附近的屋邨都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在建华附近转一个圈 建华外面的马路有很多工程 当年这些垃圾收集站是走地下的 吹管道的 这些管道就堵塞了 就报废了 现在政府为了改建它 就要重新挖出来 重新换过它 以前走管道 那些人都把大件垃圾 水泥石屎堵塞了管道 可惜了 这里是建华第一座和十四座之间的入口 很多电单车在这里 围住建华 很多食肆的 这边都是吃的 建华之中 这边是挺热闹的 这马路 店铺每间都开 床人多 附近那些屋邨都是四四方方 一共十四座 中间有个天井井 露天花圆 我们可以逐一圈 我们逐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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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门开了很多瓜菜店 卖瓜菜 卖水果 周围都有 更便宜 在街市 街市也不用租 卖得这么贵 外面的店铺要租 卖得便宜 我们逐一圈 这些饭店 一早就 开市 可能有早茶喝 那就行 了 都不吃了 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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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店铺是晚上才开的,晚上才开的,日口就不开的 我们一路走走,这里有很多食物 澳门现在吃了很多,越开越多,全部都吃了 在附近的人楼有些 这边是建华的停车场 黑沙环区有很多卖花 还有检花,检花很多,都放在行人路 今年好像这边比较少 可能我暂时未见到 现在转了建华一个圈 我们走出来就是政府综合大楼 这里方便市民 搞政策齐了,什么都可以 每个地方都可以做 在这里 这区有很多工厂大厦 对面这座就是福泰工业大厦 当年也是非常多工厂 打工的制衣非常多 我们走到横街宅行 这里有些贺年东西 我们放 slash 那么有些贺年西约 黑沙环区的一些 calle 长毯 在店铺的店铺 这个时候买花可能会比较贵 花有真有价 看不出来 有些价格 一区的花的品种也不太多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